好 最後要帶來的這首歌就是 上禮拜我分享一首是叫做 給不願珍惜的小孩 是一首描寫情情的歌的同一位作者學人 那他是我在大陸的復旦大學交換的時候的室友 他是香港的朋友 那他這一首歌是我那個時候 也是我們就有一天就很閒啊 然後就說我們來也是中文系 他是念中文系的 然後就說要不然我們來試試看寫一首歌吧 然後他就很認真的呢 我們那天晚上大家在吃飯聊天的時候 就看他怎麼一個人低著頭 拿著他的那個筆記本在那裡寄 結果過去看 想不到我早上跟他說我們來寫歌 他下午就開始構思 然後晚上呢他就動筆把這首歌寫好了 那這首歌是他傳播一個 戀愛中的男孩在追求一個女生的那種心情去寫的 那其實我們兩個那個時候都還沒有交過女朋友 所以其實要詮釋這樣子的一首歌是有點困難 但我們就還是把它當作一種挑戰 好那就帶來這首歌 樹影一下 我們讓大家講 我們是我們的歌 好 我們剛剛進來 再講 我們看一下 是你們的歌 詞曲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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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